2019年6月11日,美国针对北约第二强国,土耳其的制裁第一轮已经到来。 10日美国方面报道,美国国防部和美国白宫正式确认,在美军亚利桑那州空军基地的四名土耳其飞行员,已经在F-35隐身战斗机的训练中,全部停飞。 这四名飞行员,和47名地勤保障的工作人员,正在接受F-35隐身战斗机相关的训练和维护。 此前美国非常不满意土耳其购买俄罗斯F-400远端防空导弹,称如果土耳其国防部继续不改变其对俄罗斯采购F-400防空导弹的政策, 美国将逐步减少土耳其在F-35隐身战斗机专案中的参与,并且F-35隐身战斗机在土耳其生产的部分,全部取消,改为以色列和英国生产。 由于土耳其是F-35隐身战斗机联合投资国之一,所以部分F-35隐身战斗机部分是在土耳其生产。 此前多次表示,购买F-400已成定局。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,在6月9日明确表示,土耳其是不会放弃采购俄罗斯制造的F-400防空导弹,不会抛弃俄罗斯。 对此美国白宫表示,这是离我不分的行为,这是美国继土耳其放弃采购伊朗石油后,最新的制裁动作。 土耳其本以为全面放弃采购伊朗石油、天然气候,可以换回美国对土耳其不制裁。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美国还是对土耳其进行了高度制裁。 特别是禁止土耳其采购F-35隐身战斗机,不允许土耳其生产F-35隐身战斗机部件。 大批飞行员被退回土耳其境内。 对此,土耳其空军方面也无可奈何。 而这仅仅是美国第一轮制裁手段。 美国计划使用多轮制裁。 针对这个不听话的土耳其,土耳其经济在2019年表现一般。 虽然摆脱了往年经济衰退的情况,但仍然经济特别不好。 如果美国再施加制裁的话,那么会对土耳其经济雪上加霜。 于是,土耳其只好找到美国盟国。 希望美国盟友说和土耳其、美国之间的关系。 土耳其方面报道土耳其总统和沙乌蒂阿拉伯国王,在6月10日,进行了电话交谈。 土耳其当局表示,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的现状,以及区域议程上的热点问题。 沙特国王对土耳其领导人,在伊斯兰合作组织上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。 双方会继续保持双边友好关系。 对此,土耳其方面表示,这是土耳其希望沙特帮助土耳其。 向美国通融,不要再次对土耳其进行制裁。 土耳其和沙乌蒂阿拉伯之间的关系,在2017年6月5日恶化。 当时,沙特正式宣布兄弟会为非法组织。 土耳其是幕后支持者。 加上沙特和阿联酋,开始向卡达施加压力。 而土耳其公开支援卡达,并派遣部队防止沙乌蒂阿拉伯的侵略。 此外,在利比亚局势中,土耳其支援的利比亚政府军,沙特支援的国民军,两国又走向了对立面。 沙特和土耳其还因为,沙特情报局,在沙特驻土耳其大使内管谋杀人员一事。 将土耳其和沙特关系,蒙上了阴影。 土耳其开始赞助该地区的许多反沙特力量,以削弱沙特实力。 但是沙特现在情况不妙。 胡塞武装进攻顺利。 沙特国内石油遭到打击。 虽然油价涨了。 但是经济并不好。 特别是失业率。 土耳其看准了这个时机,与本来翻脸的沙特重归于好。 并且希望通过沙特的手。 向美国表示低头不要制裁。 对此土耳其方面表示。 自己不会再树敌。